剛度假回來的觀影 17日出席公益活動被媒體包圍 回應了好姐妹王思佳假包事件 度假的時候是不是很不平靜 一直收到那個訊息或者是 我度假尾聲在機場左右 所以還好 那我覺得既然大家那麼關心 我就講一下就是 我這一邊呢 我上節目的時候 當場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壓根都不會往那個方向想 所以不可能會有任何質疑 去放大它去看 我們就在聊天 而且我自己好緊張 像我今天碰到那麼多媒體我也會緊張 因為我已經算半個公眾人物 也沒有一直存出來 而且我很少上節目幾乎沒有上 所以我非常緊張 我比較在意我自己要分享跟介紹的商品 然後我們的收藏 所以我覺得現場根本沒有人會去懷疑 然後去放大去看 就是在聊天分享 後來當然也覺得 事情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子 也會擔心 第一時間一定會打電話給朋友關心 安慰他 那我覺得 這是他一個人生很大的功課 我覺得他要好好面對 那也希望 真的不要 要有那種 一來一往 然後一直 時事延消 沒完沒了 大家應該對這個新聞看來也胃痛了吧 覺得怎麼那麼久 然後我覺得應該 希望他好好處理啦 好好面對 你有很多收款嗎 你覺得他是真為你一分 我不是專業的鑑定師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現場我是真的壓根 大家完全不會往那邊去想去放大他 那後來我覺得 比較受爭議的那些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幫他本人代替回答 我都沒有去看那些 因為你知道訊息量突然好多喔 所以我沒有辦法以我現在的條件要帶小孩 我自己的事情也很忙 我沒有辦法一一去看那些東西 所以 我覺得 我也不方便幫他本人回答所有的 因為我也不曉得他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不方便幫他代答 他在直播的時候你有就是留了那個符號給他 那大家都覺得是你在幫他加油吃的意思嗎 對阿 我覺得現在以朋友來講 除了第一時間關心 我不能替他發聲 但是我至少可以幫他打氣 希望他加油 好好面對處理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 現在言論自由 我覺得大家可以 請大家理性質疑 理性討論沒有關係 那我當然也希望他是理智跟冷靜回應 我覺得相信他的人就會相信 不相信我覺得 這就是他今天 我就說了瑪莎的人生功課 我覺得他要好好的去應對 請問你的意見 還好 你是說哪一方面 問我 問你覺得是 有沒有 問我 我就說我本人真的 我看到 因為我在度假回來的時候 當然我會有 嚇一跳 但是我沒有辦法分辨 因為我真的不是專業鑑定 而且 我自己比較在意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買東西 我都非常小心 我除了說一定是 找相信的人 或者是在電上 我 因為沒有這樣子去 現場沒有去看 所以 我們真的沒有 讓朋友沒有 沒有在提這件事情 沒有問我 那上次就是有些網友 可能會批評啊 就是說 可能離這個朋友遠一點啊 或是有其他 和人就是直接對他的批評 那你有跟他什麼事 我覺得 現在大家不要 我很不喜歡這種 落井下石 或者是斷章取義 帶風向 我覺得希望大家 就是理性討論啦 那 大家都知道我 還算蠻有益氣的 當然還是朋友啊 那就是鼓勵他 我覺得低潮陪他 走過 但是我也不會去特別打擾他 他也一直在第一時間 已經一直跟我道歉 一直道歉 一直不好意思 他說帶來 因為他知道一定會帶來 我一些困擾 我就說 沒有關係 我們 呃 因為我覺得連他自己 都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我相信他是不知道的 我相信他是 你知道他愛奶的程度 到他在 婚禮那一天 不是有 你們也在問我 怎麼穿一樣的 我當然沒有借他 我才不會做 那麼無聊的事情 所以我就趕快 所以我才在第一時間 其實我平常不會這樣子 我第一時間就趕快幫他澄清 就是因為 我不要讓他覺得說 是有人借他的 然後他其他的都是 呃 受真意性的 我就是說 那個真的是他當場 我們在錄女人 我最大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好喜歡你這件 我可不可以跟你買一樣的 他當場打給他的sell 他就是這麼愛買 然後他就是愛買到 他就是當場買 所以我知道他是 在台灣店上拿的 拿了以後 他什麼時候要穿 我不能 就是他的東西 我不能 規定他什麼時候穿 我不能 控制他 所以 嗯 寶寶嗎 沒有欸 我們沒有 我大部分 跟他碰面 都是在工作廠頭 然後錄影時間這樣子 所以兩位都很在收集包包 不會私下討論說要找誰買 或是什麼 沒有我真的沒有 因為大家各自 像我跟我碰面之間也是啊 大家有各自的sell 有各自的代購 這樣子 嗯 那我覺得代購也是 其實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有 我 因為玩包包 當收藏 已經這麼久 這麼久 這麼多年了 從年輕到現在 呃 呃 就像你們剛剛講的 如果 我如果知道是質疑的話 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我覺得 就像你們 花錢買藝術品 你也不會希望是 買到有被爭議的嘛 那我覺得 我們又是公眾人物 如果今天你要做這些介紹 如果我知道有問題 我就不可能讓這個事情發生 那現在就是 呃 我們 我也得真的替一些代購說 也是有非常專業 非常厲害的 嗯 他們都也很專業很認真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也很緊張 也被波及到了 我也要替他們講話說 呃 代購就是像各行各業一樣 有好人有壞人 所以大家不要 呃 一桿子打散所有的人 也有人在懷疑說 就是 思佳姐她的財力 是不是真的能夠 負荷她 買這麼多這麼多 您怎麼看 所以我現在要幫她 回答她的財務狀況 我又不知道她的那個 bank account裡面 有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 有一點拋到我了 嗯 嗯 的事情被大家說 是嗎 對對對 我不曉得耶 租屋的事情 嗯 我覺得租房買房不用 沒有那麼 big deal 吧 這個是個人選擇 應該還好吧 她不是一直也是 她這件事情她沒有 好像也蠻坦承的啊 嗯 那就是有代購老闆 你就覺得說 她應該直接公布一下代購 那你覺得她 會公布嗎 要這麼看 我不曉得耶 因為蠻影響到代購 現在這批 我覺得她 要自己真的好好面對這一刻 然後好好想清楚 你不要怎麼走 如果她還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她的選擇 怎麼會是什麼 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公布 或不公布 嗯